警方破获了一个不法集团 他们专门吸收越南籍的女子 先带他们赌博 欠下大笔的赌债 再以重力借贷 如果他们还不出钱来 就逼迫到小吃店陪酒坐台 而且还订出坐台的行情 如果有其他业者想要提高价钱 或者消价竞争 就带着小弟上门围殴 布满定下一小时六百的坐台行情被砍价 江西男子带着旗下小弟到越南小吃店 拿着球棒要K人 犯罪手法就是持刀棍 甚至于手枪等来殴打回殴 恐吓被害人 至此被害人都不敢发案 35岁的张姓男子 和他旗下不良帮派分子落网后 可以看到他眼神依旧桀骜不驯 毫无悔意 根据警方调查 张姓男子自主帮派 名为越南外籍女子帮 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吸收越南女子 先带她们赌博 等到欠一屁股的债 再重力放贷 缓不住钱 就要对方到小吃店陪酒坐台 在这个坐台陪酒行业里面 如果有其他的业者 俗生的鸡头 擅自提升这个价格 这个张姓嫌犯 就会伙同他的小弟多人 予以偶打 想要垄断嘉义民雄越南小吃店的坐台市场 独霸一方 就是因为太嚣张才会被警方巡献 全数歹货